云深不知处不可夜游 因此一到夜里就静悄悄的 虽然已到腊月 但蓝湛每七日都会去冷泉泡一个时辰加以修炼 以往他都是独自前往 可今日不巧 饭后魏英一直扒着他不放 他只好背着他一同去冷泉 暖黄的灯笼映出脚下的路 魏英趴在他背上抓着他的发丝丸 蓝湛也游着他 晚饭时下过一场雨 山路湿滑 因此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 冷泉被竹树环绕着 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刺骨 蓝湛毫无退意 神色如常 脱去鞋外与外衣 工整蝶放在岸边 又嘱咐魏英不可下水 乖乖守在岸边 魏英看着蓝湛赤着上身 走到冷泉中央站顶 闭眼运行周身伶俐 开始静心修炼 他悄悄拿指尖碰了一下泉水 冷得刺骨 不知蓝湛如何忍受得了 相处日久 他对蓝湛越来越了解 知道他性子执拗 也知道他一向严于律己 因此蓝湛做正事时 他一向不会捣乱 今晚没有月亮 夜空漆黑 只有岸边一盏灯笼 映出一团光运来 魏英安静等了半个时辰 看着蓝湛闭目养神的模样 忽然心念一动 脑海中浮现出一段模糊的画面来 蓝湛 这里好冷啊 让我挨着 你行不行 离我远点 你怎么这样子 老是冷冰冰的 会交不到朋友的知不知道 无聊 蓝湛 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的 你理一下我吗 不要 这些日子 魏英听蓝湛讲了不少从前的事情 所以他知道 蓝湛背上的戒鞭痕 和胸前的烙印因何而来 也知道自己 在蓝湛心里有多重要 但那些事情 毕竟是听来的 他自己想不起来 就还是少了一点感同身受 现在他忽然想起一些 从前的片段来了 心里一喜 想要喊蓝湛 又怕打扰他修行 只得生生忍下来 于是他闭目思索 想要记起更多 又过了半个时辰 蓝湛睁开眼 往岸边望去 那盏灯笼还在 照着工整叠放的衣物 却少了蹲在岸边的人 水声哗啦作响 蓝湛向岸边走来 看向四周 魏英 无人回应 蓝湛催动掌心的血起 一朵粉白色的勺药花显现出来 花瓣牵着一缕白色的线 沿着来时的山路 向远处蜿蜒 蓝湛穿好衣物 提着灯笼 顺着白线一路找过去 山门处 寒风萧瑟 连松涛生也冷肃 魏英抱着自己的膝盖 坐在石阶上 看着山下灵星的灯火出神 魏英 蓝湛走近了 把灯笼放下 坐在他身旁 怎么在这儿 蓝湛 我第一次见你 就是在这里 嗯 他摸了一下他的头 想起来了 只想起了一些 魏英歪头看他 说 你那时候看起来好凶 幸好我弃而不舍 还有呢 我买了天子校 我们在屋顶打了一架 我还挨了板子 也去泡了冷泉 嗯 蓝湛 你那时候是不是真的讨厌我 蓝湛想了想 说 不是真的讨厌 而是 不知所措 嗯 你像一个小太阳 性格活泼 话也多 跟我完全不一样 那不是正好互补吗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 什么 不知道 我需要你 蓝湛 我的母亲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父亲和母亲 也不住在一起 叔父蹲蹲教导 希望我们循规蹈矩 不步父亲后尘 蓝湛轻声说 很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 我会照着叔父规划好的路线走 但我遇见了你 是啊 你遇见了我 魏英说 我带给你很多麻烦 蓝湛摇头 说 我和兄长年少成名 并称双臂 家中子弟都敬我怕我 后来遇见你 我很开心 有很多事 跟你一起去做 才有意思 我好像懂了 魏英说 我喜欢逗你 是觉得你好玩 你笑起来多好看啊 那时候 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的 所以 不必纠结 蓝湛 我不是纠结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就跑到这里吹吹风 不是故意一声不吭就跑的 我知道 蓝湛温和地看着他 那现在回去吗 嗯 夜风四起 冷还是冷的 但是蓝湛拉着他往前走 他心里就不是七上八下的了 害时到 蓝湛还是以板正的睡姿入眠 魏英侧躺着看他 轻声道 蓝湛 明天见 鬼魂无法入梦 也不需要睡眠 但魏英还是跟着蓝湛 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每到夜里 等蓝湛睡去 他就闭上眼放空心神 好像真的入睡一样 魂体轻飘飘的 有时候他感觉自己站在漆黑的海岸边 潮水翻涌 四面皆黑 但他能听见轻微的海浪声 一下一下拍打着岸边 有时候他又感觉自己躺在云上 四处都是亮的 没有声音 没有气息 只有他自己 安静地躺着 云飘到哪里 他就跟着飘到哪里 唤醒他的总是蓝湛 晨中想起 蓝湛整理完毕 就会轻声喊他 魏英 醒醒 这一日也不例外 窗外天光西微 魏英睁眼看蓝湛 朝他急慢地伸出手去 怎么了 蓝湛不明所以 但还是伸出手回应他 然后 他握住了一只微凉的手 不是往日那般轻飘飘落不到实处的触感 而是真的握住了一只手 你 魏英笑眯眯看着他 感觉到了 蓝湛沿着他的掌心往上摸 手腕也是实的 一路摸到了肩膀 那里还是虚的 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有种感觉 我想起越多过去的事 就能重塑出越多肉身来 给我另一只手 魏英乖乖把左手也递过去 蓝湛仔细摸索他的左手 也是到了肩膀那里 就没有实体了 魏英索性举着双手捧起蓝湛的脸 笑着说 这张脸这么好看 可算让我摸到了 蓝湛任他触碰 双眼直直看着他 一眨不眨 二哥哥这么看我干什么 像是被什么不知名的情绪蛊惑了 蓝湛居然答道 看你好看 魏英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松手 垂床大笑 韩光君厉害 这也能学 蓝湛随他笑 等他笑够了 便问 今日还去蓝室 魏英想了想 说 不了 今日小考 你都不讲课 很无聊的 我想去梅园找老头聊聊 好 晚点我去接你 魏英一路隐行到了梅园 未进院子 先闻到了一阵梅香 他大大咧咧推门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院子里盛开的红梅 他高兴地喊 老头 我来看你了 你这梅花开得不错啊 绿云君正在屋里苦苦思索药方 听见魏英的声音 思路被打断了 放下笔走出来 对着魏英毫不客气开骂 臭小子 来就来 嚷什么 好好的思路都被你打断了 魏英正想动手去折一枝梅花 看到他来 也不怕 仍旧笑嘻嘻的 断了就断了 待会儿再想吗 正好你出来了 我想折一枝花带回去给兰湛 可以吧 不行 绿云君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为什么 这花在树上开得好好的 干什么要去折它 你要是喜欢 就日日来看 可是兰湛不能日日来看啊 那关我什么事 反正不行 没得商量 魏英嘟嘴 低声骂他 小气鬼 但也真的没有伸手去摘花了 绿云君仔细打量他 问 双手凝出实体了 嗯 早上刚画出实体来的 所以过来让你瞧瞧 怎么不早说 跟我进屋 好嘞 屋内的书案上乱七八糟 摆着各种药书 其中有好几张未写完的药方 魏英随手拿了一张来看 剑上面写的药材 多是安神养气的 就问 这是给谁开的方子啊 绿云君没好气地回答 还能有谁 给我的 手伸过来 我给你把把脉 哦 我给你把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